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对亚马逊的站内广告玩不透,做站外却非常有心得,这些站外系卖家对各种节庆时间节点非常敏感,年底旺季即将开始,黑五已经不远,这些站外系的卖家最近都在玩什么呢? Z是服装类卖家,亚马逊平台和独立站都有做,到了现在,夏秋装都依然在卖,Z非常善于做Facebook广告投放,Facebook对用户精准投放也非常符合Z对用户获取的思路,所以,基于Facebook广告的站外引流,是他目前的一个重要打法。 Z认为,对于服装这种产品,图片是打破客户心理防线最大的关键,要提高广告有效性,一定要花大力气来设计广告素材图片,把图片做到极具吸引力,真实价格又比想象价格低。 Z这样转化过来的客户,成交率会很高,流量导流至亚马逊,ROI会相对高一些,导流至独立站。 成交的客户则做长期用户留存,还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客户引导做亚马逊review。 Z已经把Facebook广告作为主要的流量运营思路。 Z是多品类卖家,做了很多个店铺,但每个店铺不会做得很大。 各个店铺对应一个小组来管理,分清产品线,业绩和全责。 产品则多以高一价的小件类产品为主。 Z也是以站外作为主要推广思路的卖家。 他主要做折扣和Facebook。 Instagram中大量的折扣类红人都有合作。 目前在Instagram上做折扣类站外推广,对图片和折扣力度都有要求。 不少红人的粉丝基础非常好。 一旦产品图片和折扣对得上粉丝胃口,到发力也相当强。 K是相对少数产品的精品模式。 思路和Z有点类似。 因为K的店铺时间做得较久。 产品review比较稳定。 K更多投入在Sleep Deals。 Deal News。 Mindio这些大型折扣站点上。 虽然投入的成本更高,但单量明显更多。 尤其是Sleep Deals。 如果找到Level在Level5或以上的红人,很大的概率可以一次快速报单。 不过目前欧洲和加拿大的Deal站对第三方卖家都有一定歧视。 很多第三方卖家的帖子都无法发布。 这对于不少做欧洲站的卖家来说,都是比较可惜的。 目前英国、意大利等都有一些大粉丝量的折扣类网红,可以弥补这个缺陷。 不过总体数量还是比不上美国。 此前我们介绍过,在Prime Day前夕,有卖家在Instagram和FB站外,用一折打爆的方式来强打新品牌名。 目测在黑五前,这样的套路仍会有卖家会用。 一款6月中才上架的女款手表,通过FB站外红人做投放,直接做了90%off的折扣码。 一折爆推。 这个上限价格设定在30多美高的产品。 因为一折的力量,简直卖疯了。 即便产品只有一个review,依然迅速拿下新品榜第一名和小类bestsellers第一名。 这在Prime Day前可谓价值连城。 TikTok目前挖地还比较多。 Tik已经试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。 有投入ROI非常好的。 这些产品天心奇特。 他也有尝试做一些服装类的产品通过TikTok来带货。 但反响一般。 总体而言, 这个平台还有很多可探索的空间。 目前玩的人还是比较少。 在很多发达国家,亚马逊本身是商品搜索的第一渠道。 正如淘宝是国内商品搜索的首选渠道一样。 不过,在澳洲,Google仍是许多购物者进行商品搜索的首选渠道。 所以,有座澳洲站的卖家H特别提到, 座站外时,会优先选择Google。 他发现这样做的ROI还是不错的。 同比其他国家,Google澳洲的推广ROI更高一些。 日本站也有独有的站外渠道。 例如LINE,某日本站大卖J,主要通过说明书等方式, 让日本站的消费者关注其LINE账号。 利用LINE账号沉淀了上万的买家, 给买家推送折扣,新品试用以及产品测评。 通过这个方式,在站外形成了促销,测评的稳定用户群。 甚至,现在J已经想好对用户进行黑五预促销了。 现在跨境电商站外的玩法非常多。 黑五前夕各路大神正是为大促演练各种方案。 各位卖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, 把这些站外运营思路吸收运用到自己的运营战术之中。 在黑五网一大获全胜。